卡妹 這是什麼飯店啊 怎麼會在櫃檯大廳有放這個球台 這真的是很有趣耶 我們這裡是台中海鮮第一間國際品牌酒店 正大金玉京香酒店 聽起來好像很厲害的樣子 但是到底厲不厲害 就讓我們486飯店開箱 開箱給大家看看 卡妹 我們來開箱飯店之前 你有沒有發現 有一個很可愛的一個小帆船 好可愛 而且我發現另外一邊是風力發電 對 因為這邊 這邊就是因為在台中港 那這邊有很多的離岸發電 那個發電 把特色都設計起來 是的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它這一間的這個房間 那你有沒有發現 首先它這個全部它的這個地毯呢 這個圖案非常的可愛 其實它這個地毯它是有意義的 它就像是那個台中港外海 夕陽的時候照在這個海面上 所以它這個波浪 所以它這邊的地毯 做的就是這樣一個形式 然後它這個這個房間呢 它每一個房間 都有一個很大的落地窗 而且最讓我期待的就是說 飯店的人員跟我說 這邊早上的時候呢 你會被很多的鳥叫 叮叮叮叮叮給叫醒 我就好想要體驗一下那種感覺 謝謝 酒瓶的經典客房 以精緻的大小 創造出寬敞的空間 適合夫妻或情侶入住 公關也自豪分享 這裡全房型的床鋪 都是採用英國百年舒眠名床 聽說是一睡就醒不來的好床哦 欸大哥 你要看電視嗎 我能說不嗎 好啊 那問題是 電視在哪裡 你往前走了 你往前走 你就知道了 我往前走 走在哪 難道你說這個牆 這個是電視 怎麼可能 哇賽 想不想看電視 我在猜這個梗 可能喔 觀眾朋友 會想說爛死了 爛死了 但是雖然有點爛 你要是要繼續看下去 其實它這個房間喔 真的是相當漂亮 它的14坪大 可是它你看 它就把它很技巧的利用這個牆壁 分隔成客廳跟卧房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它這個床非常的大 看得出來嗎 觀眾朋友 對 它這個床根本就是 床海了 這種海洋的概念對不對 對 是 這個很大 而且剛剛啊 我是還沒看啦 聽說它的浴室也很大 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我們來看一下 喔 它這個就是很有一條龍的感覺 一進來先上完廁所 上完廁所再進來這邊洗手 洗完手呢然後就泡澡 泡完澡最後呢再來這邊淋浴 就是一種一條龍 這是一個產線嗎 對啊 生產線的一個概念 聽說啊 這邊還會有附什麼 浴鹽啊 很棒吧 對啊 可以享受呢 所以記得喔 泡澡的時候喔 記得添加一下好嗎 浴鹽和入浴地 大哥你看我們現在這個地方呢 就是他們的家庭房 你看兩張大床 所以如果你帶小朋友的話 這種房型就非常的適合 其實我最喜歡最喜歡喔 就是你有沒有發現 他們每一個房間 都有很大的落地窗 對 就採光很好 可是我最喜歡的其實是用色 它的用色非常的繽紛 然後包含椅子啊什麼 它的挑選都不是一般那種 常見的大地色系 反而是讓你有一點精神感的 也確實是啦 然後我剛剛有得到一個好消息喔 因為就是他們這個飯店呢 有跟利寶那個樂園喔 好像有合作喔 所以啊 像我們這個家庭房呢 那個來入住的話 再加上早餐喔 而且還有兩張那個利寶的那個門票 居然五千元不到耶 好棒喔 對啊 所以那個如果大家不曉得 那個要去哪邊玩耍 我覺得真的可以來這個地方 那這裡旁邊你看又是什麼 奧勒奧勒 對 又有奧勒 然後老街對不對 還有這邊的老街 就在旁邊而已 很棒耶 還有就是也可以帶孩子的 再去看看那個我現在最夯的 離岸發電有沒有 風力發電 我剛剛以為你要說摩勒奧 我跟倫當然在奧勒也有啦 所以你看來這個地方 真的我覺得兩天一夜啊 真的可以安排得非常的豐富 而且很緊湊 對於孩子來說 我覺得也有很大的一個 寓教娛樂的一個旅行 相當不錯喔 正大金玉京香酒店 位於台中無期區 去年底正式插旗開幕 全館配有118間全景窗設計客房 主打都市型度假酒店 公設部分配有健身房 雖然規模不大 但健身器材應有盡有 滿足愛運動的旅客 除了健身房 這裡還有休閒娛樂室 裡頭有Switch和小朋友的溜滑梯 雞木等等 貼心設計專屬大人與小孩的放電空間 接下來我們就一起走近無期 感受台中海鮮的魅力吧 你看這個花生湯味道真的不錯耶 你看看這一間喔 真的是很漂亮很古老 一看就知道是有歷史的 對不對 其實離飯店很近齁 對 走路大概幾分鐘吧 那它這個老 像我們身後的這一間呢 它就是在日本時代喔 當初的那個警察宿舍 所以它現在其實都依然都保存得還不錯喔 那我們今天比較不巧的是 今天來它剛好是公休 不然的話呢 裡面也是可以什麼吃冰淇淋啊 什麼穿浴衣啊 也是還滿有趣的一個景點 回到飯店我們要準備吃晚餐囉 大廳一樓的合意餐酒館 提供特色歐亞料理 裝潢上也融入異國鄉村風 以工業設計與紅磚牆為主軸 打造年輕時尚感 法妹我要問你喔 如果這個烤雞不算的話 然後兩杯盡量的啤酒 再加上這四樣菜 你覺得這樣子這是雙人分享餐 你覺得這樣子一套 一個set要多少錢 2460加1000 差不多喔 對不對 結果呢 剛剛呢 我們得到這樣子一個set 雙人分享餐的價格 1680 是不是很誇張 我一直以為是我們製作人說錯價格 我想說會不會是一個人猴1680 兩個要乘以2啊 結果他一直強調是1680 對 所以現在喔 因為現在還在試營運的階段 好像大概三月吧 才會 預估嘛 才會預估 才會正式營運 對 所以現在所有的餐點各方面呢 價格真是經濟實惠到不行 真的 好啊 那價格不貴 但是重點要好吃 對不對 我們就趕來開吃 你要從哪一道開吃 我當然要先從這個炸雞 這是剛剛主廚大推的 趕快跟大家講 剛剛主廚一直推這個 是 主廚說他這個喔 他可是研究了很久這一道 他說他這個炸雞呢 他其實他是參考的那個 韓式的這個手法 然後他最厲害最厲害是什麼呢 就是他使用了台中的這個什麼 那個什麼醬 冬泉 你講不出來 你號稱冬泉代言人 你講不出來 好的 我號稱冬泉代言 我一罐那個冬泉醬 吃到壞掉了 過期三年 然後他就說他是利用那個冬泉醬啊 然後再特調他這個醬汁喔 下去做的 這個醬汁也算是很有在地特色耶 很好吃耶 真的啊 但是他這個東西 他就跟那個韓式的那個炸雞一樣 都是焦焦脆脆香香酥酥 超級入味 好好吃喔 這道真的可以推 其實他那個冬泉醬喔 的味道其實不突兀喔 我本來想說他的味道會不會是很強 掩蓋掉他的這個口味口感 這有糖醋的感覺 對啊 其實真的很好吃耶 我覺得這個主廚真的是一個鬼才 然後接下來呢 我其實一定要跟各位講 其實我很少在喝酒的 你好像集結我愛喝酒 但是他們的精釀啤酒喔 我真的好喜歡喔你知道嗎 真的好順口喔 對他喝起來喔 他有一點微酸微酸的那個果香的味道 喝起來那個味道真的是非常的入口 真的很棒 所以你看才剛剛開始在錄啊 菜式精釀 我就已經你看喝了一大杯了 那我們剛剛吃 其實一開始應該要先吃這個 欸你先講給你 我有看好我想要的 好 我覺得一開始我們就應該先吃 你先吃沙拉 我覺得還有對上我的演員 你也太多菜了吧 炒給你 我說我看中他 好 來我們來吃吃看沙拉 其實沙拉這個可能比較沒什麼好講吧 沙拉就是沙拉 可是它的醬也是調的很好吃啊 嗯 好吃 雞肉沙拉其實我比較怕吃到那個 雞肉太乾 然後它雞是貨在那個沙拉醬裡面 有時候我們還是覺得 咀嚼起來會有點辛苦 可是它那個雞肉這麼大一塊 吃起來不但口感很好吃 而且一點都不乾 嗯 你看你一直吃就知道了 你其實很清醒喔 好 你跟觀眾說其實清醒是他 他在死客才醒過來 剛從美國回來 他下午都在暈 這時差真的很嚴重 當主廚把這些餐拿上來的時候 我就會不會清醒呢 接下來 我覺得 我決定一定要先來吃這個豬肋排 這色澤真的有美 對啊 而且它這個豬肋排喔 剛剛那個Chef在介紹的時候 哇我就覺得真的是食指大動耶 那你介紹一下 好 好 那個主廚他說啊 它這個豬肋排呢 非常的厲害的地方呢 在於什麼呢 它這個肉呢 它是先用那個紅酒去醃製的 喔 所以他說喔 我們待會吃的時候呢 會有一點淡淡的酒香 哇 這光顏色其實真的很吸引人耶 是的 然後他是說 他還刷了一些比較特別的一些醬 所以這個吃起來 他說會帶了一點淡淡的酒香 哇 它還有一點點孜然的味道 我不知道有沒有吃對 我本來以為它會很鹹 結果吃起來是很香 很香 它會帶一點微甜的口感 對啊 小朋友會滿喜歡這個味道的耶 整個肉排就是香香酥酥的 我覺得吃起來真的好不回應喔 我在猜啦 它1680 會不會是因為現在四營運的一個 特別的價格 有可能喔 大家可以趁機來嘗現一下 對啊 你猜這個是什麼飯 薑黃飯 欸真的很厲害 薑黃飯是這樣子喔 這個大家對這種辛香料啊 跟這個國外呢不太一樣 接受的程度不太一樣 有些呢它就標榜原汁原味 那有些呢它標榜就是說 它會調整一下 來我放盤邊 更適應一下在地人的口味 這個啊它是用燉羊肉喔 的那個醬汁醬料 好有特色喔 對啊 它這個羊肉喔 它是使用這個羊煎肉 聽說羊煎肉呢 剛剛才知道的 先學先賣 Chef說呢 對於這個燉呢 就是要用羊煎肉 燉起來味道才會好 那我以前也曾經吃過那個 薑黃飯喔 薑黃的那香料太多喔 所以吃起來我會有點怕怕 你知道嗎 我剛剛看到這個顏色這麼深 我本來也很擔心說 這個薑黃會不會多到太多 好好吃喔 對所以吃起來味道是有香 這有一點像圓民特色餐 我最怕羊肉就是有腥味 然後再來就是 那個 肉太硬 以前我們公司曾經去那個紐西蘭 去旅遊 員工旅遊 他們當地的羊肉真的非常的好吃 完全不腥 然後非常的嫩 結果我現在發現喔 有少數的一些餐廳 它這個羊肉燉起來真的味道 都還滿不錯的 這一家是其中之一 而且它這邊除了可以薑黃飯 除了可以另外一種吃法 可以包著那個大鍋 大鍋來吃吃看 不一樣的風味吧 它這還附了一塊餅皮 嗯 哇 加那個醬 我覺得哇塞 那個味道很濃 我跟周一講 它這個餅皮喔 非常的厚實 然後餅皮其實 我認為喔 最重要就是吃起來要有麵香 它是真的很好吃耶 真的喔 它這個喔 很厚 所以你吃起來的時候喔 你整個咀嚼喔 非常的好 你一定要吃吃看 真的 你拿大一點沒關係 它這個餅皮呢 以及它這個醬汁 是我吃到目前為止 我最喜歡的一家 對不對 好有嚼勁 然後它這個餅皮 看起來呢 你覺得會很硬對不對 其實咬起來還滿柔軟的 香香的 而且非常有嚼勁 接下來呢 來吃Auction 就是它不是在雙人分享餐當中的這一道菜 那這道菜也是主廚 非常有自信的一道菜 所以呢 他也很希望我們來品嘗看看 那大家一看湯 可能就會覺得說 這不就是一個烤雞嗎 對不對 然後我想要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說啊 它這個烤雞 它最厲害的地方呢 是在於什麼呢 在於它用的這個醬汁 那主廚說 它用的這個醬汁喔 是法國還滿常見的一種醬汁 但是亞洲呢 叫什麼 叫什麼 對它那名字很長 噗好厲害喔 其實我是記不起來 自己幫你拍手 然後它說這個 它這個霹靂醬 它這個醬汁 它是比這個 Tabasco 稍微再辣一點 再酸一點 但是它有經過我們的調配 特別的調配 所以它很希望說我們來品嘗看看 欸我覺得主廚好會調食物的顏色喔 對 其實你看喔 它的每一道菜喔 人家講色香味 你知道嗎 它真的都把這邊調得非常的好耶 對不對 顏色真的很漂亮 不用再修圖了喔 對都很美 好我現在就來看看 因為卡妹喔 它很擔心會很辣 因為Tabasco就是酸酸辣辣的 然後我來吃 好好吃喔 真的喔 我覺得它的醬汁味道很香 你說辣 不會辣 微微 我吃到後面我覺得有點微微的 一滴滴的辣 我覺得對小朋友也能接受 可以 可是好值得喔 這好香喔 對它這個醬汁它調的 因為那個主廚說它有調其他的一些醬汁喔 調在裡面 所以它這個醬汁呢 好起來呢 除了顏色非常的好看 它這個味道還有一點微甘微甘 然後一點點的辣 所以吃起來其實蠻開胃的 重點是它好香 所以剛剛大哥講色香味嘛 它現在視覺味覺全部都有 還有嗅覺 超香的 它怎麼烤出這種 有一點偏甜的口感啊 對啊 好厲害喔 我覺得它這個厲害喔 有兩點 第一個就是它的醬汁醬汁 它調的真的非常的好 第二個就是它好的這個功力 對不對 裡面你看都Juicy Juicy的 太厲害了 然後又很嫩 我本來想說這個應該烤起來柴柴的 對不對 有一些那種小春雞啊 那種吃起來是真的比較柴 不然就是味道沒有進去 然後味道完全融入了 主廚有獎 吃的時候呢 可以搭配旁邊的這個蔬菜湯 一起吃比較不會膩 可是我覺得這個炸雞 這個烤雞啊 應該不會有人會吃到膩 完全不膩 一點都不 真的 好好吃喔 我還是要再強調一次耶 如果真的來這邊住對不對 晚餐真的不要傻傻的什麼 跑去外面吃 就直接在這邊點它的這個雙人分享餐 然後再點一隻這個烤雞 這一定要加點 必推 對 其實吃完飯喔 來這個酒吧小酌一下 感覺是真的還不錯 很棒很放鬆 然後我後來才發現 其實你看看我們很多的飯店 它的設計啊 你看看它那個酒吧跟餐廳 其實它是結合在一起 後來我才想到其實 像美國很多的飯店 也都是這樣子的設計 對啊對啊 對啊相當的不錯 那我今天要特別講一下 就是我現在手上 這杯條一直有我們叫做高美斯蒂 那就只有這個全台灣在這邊才有 這裡才喝得到 因為這邊八台師傅呢 專門為這個地方呢 特調了這一杯酒 然後相當的不錯 好漂亮喔 聽說味道很甜 光聞起來就有點香香的 誒糖誒 這個台中的這個海鮮 你以前有來玩過嗎 好像真的比較少耶 因為大部分我們都是往市區走 確實也是 可是這次來喔 我以為完全不一樣的感觸耶 我覺得台灣喔 其實有很多很多的地方 都非常的有意思 非常的有趣 像你看我們昨天去的那個老街 超純湖的 保留了很多喔 就是當地很純湖的那個味道 所以雖然說不是說很熱鬧啊 沒有很多很豐富的什麼 什麼當地的什麼伙伴那些 可是反而我覺得這樣走起來喔 好悠哉好舒服喔 比較像是在地的深度旅遊 真的真的 因為我們看到的是不一樣的風景 來到這裡當然有一個最重要的 就是那個高米濕地 那昨天因為時間的關係啦 因為我們昨天拍攝完也還蠻晚的 所以就沒有去 但是我想說 今天當我們拍完那個 我們正大金玉金香酒店啊 要回那個高鐵之前 我覺得我們待會那個車子 可以先拐過去 因為我剛剛查了一下 才11分鐘 親眼來去看一看喔 而且我昨天喔 不斷地聽到很多驚人的消息 就是說因為它現在在市營域嘛 對 真的它的那個價格各方面啊 真的是非常的經濟實惠 所以如果在後疫情時代 大家還想說再來享受那種 高的酒店的品質 但是是比較便宜 比較低廉的這個價格的話 真的現在不要錯過了喔 不然過了這個村 真的就沒那個店了 不然過了這個村 真的就沒那個店了 最新最棒的家電 都在486團購 真高的地方 讓我們繼續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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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